你晃哥怎么看 这个部分韩国瑜是不是有其这个策略跟想法 想要抢回主导权吗 那这个时候其实绿营是不是也变得不得不去回应了 因为说得这么重 说得这么重 所以绿营也不得不去回应了 所以呢韩国瑜抢回了话语权吗 问题是这样的话语权对他会有帮助吗 这个话当然要回应 特别是李嘉芬这个完全就是传播谣言 这个当然要回应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长昨天这个回应是对的 但是呢回应完之后就可以不用再理他了 因为这不是选举的主题 我自己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民选开始跑新闻 跑到现在今年已经2019年了 这是我看过我所经历过最低俗的一场总统选举 而这个责任呢就是韩国瑜 来自于韩国瑜跟他的太太李嘉芬 因为其他的候选人包括蔡英文 以及将来有可能变成候选人的宋楚瑜 基本上现在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谈话 都像个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的谈话让我想到 如果说你今天是在酒店对着妈妈桑 对着妹妹酒店的陪酒妹妹讲这种话 大家会觉得哇你好幽默你好好笑 你会很受欢迎 问题是你现在要选总统 而且刚刚刚指责讲的话我是听得进去 可是为什么韩半的态度跟指责又完全不一样呢 韩半发的新闻稿说正常人不会有不当联想啊 所以我们批评他人都不正常就对了 请问是谁比较正常 这对夫妻韩国瑜一天到晚想看人家屁股毛有几根 李嘉芬在讲钢交 请问这一对夫妻是怎么回事 请问你们发生什么事 这样子可以做一个 我们不要讲说全民表率 因为选总统的人 大量的新闻跟媒体会报道 国务大哥讲的没有错 这些会变成校园里面的话题 小朋友会学 小朋友是会学的 那你觉得你希望你的小孩将来变成这样吗 怎么教小孩啦 电视总统好说 那我也要跟NCC抗议啊 孙总统有什么可以说 我们在电视说要消音要发钱 这是什么道理 总统有敌犯 他还不是总统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策略 如果是策略的话 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 那韩国瑜必败无疑 因为这样子只会让他选票越来越少 所以我奉劝韩国瑜 为了你的荷包着想 因为我知道这对小孩都很爱钱 你选票越少 你的一票30块补助馆就会越少 你继续说没关系 我怀疑你继续说 可是他们必然有他们的想法 他既然会这样讲 可是终将你想想看 大家回想去年的韩国瑜 有没有讲过这些话 其实没有 去年的韩国瑜一句这种粗话都没讲 他去年不断的强调是爱与包容 当吴敦义脱口而出 批评陈局瑜的身材的时候 韩国瑜还拒绝他来站台 说我宁愿正大光明的输 那时候韩国瑜是多么受人欢迎 多么受人肯定 可是为什么你今年要这种招 很简单 你的选情大幅的落后 你没记得交了 豪宅7200万事情讲不清楚 他当然想转移话题 先丢一个张善政 就发现没什么用 赶快重减的过来 武大郎潘金莲都来了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在这样讲这样的话 你只是在羞辱台湾的选民 你觉得台湾人民吃这味的 爱这味的 那你就是把台湾选民 看着所有人跟你一样低俗嘛 最后我真的很鼓励 中国国民党明天的中常会 把谢荣介放在部分区的第一名 真的这种人才一定要放第一名 我就看看你中国国民党部分区 可以拿几席 你不要讲过半了 搞不好连三分之一都拿不到